在这个片段里呢 我们会教给你使用不同的方法 把两个设备组件互相连在一起 Q-SYS 提供了几种不同的连接方法给用户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习惯 挑一种哪一个更顺手 界面看起来更整齐 效率更高 我们先从添加一个接口箱开始 先到设备库里点击加号 然后选择周边设备 Io 接口箱 我们需要添加一些接口卡到里面 先到右面的属性设置里 添加一块Mic Line卡和一块Data Port卡 好了 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两个组件 从设备库中拖到编辑区里了 我们先看看这两个设备 对于实际使用的情况来说 这两个输入和输出之间 还要添加很多的处理设备 信号从这边的Mic Line卡进来 然后要到DSP里面做处理 最后系统要送到喇叭 或者是通过Data Port送到供放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演示的连接 所以直接把这个输入和输出连起来了 这个Mic Line卡有四个输出针角 那边的Data Port卡有四个输入针角 有没有发现在那边的Data Port输出针角 和这边的形状不一样 是两个小的三角形 这是因为它们输出的信号不是音频信号 而是数据线 Q-SYS不允许把两个不匹配的设备组件进行互连 所以用针角的形状来区分一下 首先我们用传统连线的方法 把这边的输出和那边的输入连接在一起 你先用鼠标点住这边的针角 然后把鼠标拖到下一个输入针角上 松手就连接上 看起来是一条曲线 你可以一条一条的这么连 你也可以把一组线这样连过去 先用鼠标选中左面的这四个 然后把它们直接拖到右面就可以了 它们会按照原来的顺序 自动把它们对应起来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曲线风格 你可以在这条连线的任何一个地方点一下 创建一个转折点 你可以拖着这个点到其他什么地方去 你也可以弄很多个转折点 改变它们的造型 如果你又想删掉这些转折点了 那就选中这个位置按一下Delete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继续调整一直到满意位置 不过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有点乱 还是用曲线吧 简单的系统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改善一个巨复杂的系统 那满屏幕都是这种线 看起来都头疼了 不过你可以用第二种方法来连接 我们把它叫做节点名称 咱们先把这条线删了 如果你要用节点名称的话 就用鼠标点一下它的针角 然后按一下空格键 写个名字就可以了 当然名字你随便起 我们假设它叫MacChannel1 然后确认 接下来到下一个输入端 还是点一下这个节点 按空格键再写名字 在这边你会发现 你不需要把全部的名字输完 系统会自动提示你哪些名字 你现在可以用 直接选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提示的 对于还没有建立连接的这些名称 它的标签尾巴是锯齿型的 这就表示它目前还没有建立任何连接 是悬空的 另外在软件的左下角这边的检查器 也会有个提醒 就是这边黄色的三角标志 它会告诉我们哪些节点名称是无效的 现在我们再回来把节点名称填完 哎 锯齿不见了 变成圆弧了 下面这个检查器也恢复正常了 就像刚才的传统连接一样 其实节点名称也可以批量输入 先把刚才这个删掉 我们用鼠标选中这四个输出节点 再按空格键输入名字 确认后系统就会使用相同的名称 再加上自动分配的尾追序号 特别要注意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我选择这四个针角的时候 鼠标是从左到右选择的 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 而是从右到左选择 那可就麻烦了 因为滤框会接触到这个组件的本身 这样你按空格键写字的时候 这名字就变成组件的名字了 而不是给针角起名字了 哦 名字写错地方了 发现做错了就可以undo回来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输出节点的名字复制下来 选择这个节点按Ctrl加C 再到旁边的这个输入节点 选择你想要连接的那个节点按CtrlV 好了 完美的连接看起来不错 我们先暂停到这里 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到下一个章节